眼下北京冬奥会正在进行当中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很多体育明星在小时候都患有哮喘 事实证明身患哮喘的孩子 不但能从事体育运动 还能够攀登竞技体育的巅峰 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哮喘患而 有助于其康复呢 记者采访了医院专家 哮喘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症 和气道高反应性为特征的抑制性疾病 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 咳嗽 气醋 胸闷等 医生介绍 其实大多数患有哮喘的孩子 通过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 只有少数遗传性耐药性哮喘 或者长期过敏环境 难以改善的哮喘除外 像慢跑 游泳 唱歌 篮球等 有氧运动都比较适合小朋友 有助于改善肺功能 同时增强体质 冰雪的这个运动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有氧的运动 但是这里强调一点 就是强度不要太大 要低强度的 另外时间不要太长 一次运动30分钟左右 医生提醒家长 儿童哮喘虽然是可控的 但不要以为等孩子长大就会自愈 哮喘患儿的治疗 通常以降低气道高反应为主 比如长期规范吸入糖皮质激素 根据病情由高到低减量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吸入的方法 那么它直接吸入的是气道的表面 它不直接进入到血液 另外一个吸入的量非常小 不足以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 小朋友一旦被诊断为儿童哮喘 需定期随诊及长期正规治疗 坚持进行两到三年的规范治疗 症状可以完全缓解甚至治愈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